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 交通部最近表态了 郊西乡的四城站是最适合的站址 对此郊西乡长热烈欢迎 也广摇了各民意代表讨论 如何将四城站连接周边的乡镇 带动整体的观光 不过交通部表示 目前还在省议中还未全部定案 放眼望去 车站外一大片辽阔农田 得田独厚的自然环境 替郊西乡四城站大大加分 成为交通部表态支持 高铁延伸宜兰的落脚站址 因为比较发展 对你们会有好处就对 对大家都有好处 因为这里发电 发展我们四城的地方 50年老居民热烈期待 看看宜兰四个候选站址 交通部看重 四城离高铁南港站距离最短 区段征收费3860亿也是最低 开发潜力不逊色 因此表态支持而消息传回地方 江西乡民带各个高局手排大力支持 高铁宜兰站选址到四城 带动当地发展与观光 期待我们台湾高铁 尽快延伸来新建 共创我们宜兰县各乡镇市的一个发展 不过也传出可能是宜兰站而非四城站 对此交通部表示 已经要求铁道局持续进行专业评估 请听地方名义以确定站址 并完成规划报告 交通部表示目前仍在沟通阶段 高铁宜兰站址究竟讲落何处外界 持续关注 记者综合报导